各國在這個方面是非常還在等 2007年的時候有一個加拿大的能源專家他說 海洋能源落後風力發電25年 我後來就找了這張圖 被我找到 各位可以看風力發電基本上都是 你看從1980年代起就長這樣長這樣然後長這樣 基本上都長很像 它的形勢基本上不太會變 跟海洋能源的形勢基本上是差很多 綠色線的部分是路上的風機 綠色線是路上風機 藍色線是Official就是離岸的風機 離岸風機基本上從2007、2008年才有離岸的風場 離岸的風場 風力發電機出來 那它的裝置流量也是從3.6MW直接就起跳 因為它的裝置很大 直接上去 那我後來就驗證說 這句話到底對不對 他說 落後25年嘛 2007年 所以我就把它抓 稍微抓一下 這個大概就是25年前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看看 最新的Pelamis 在2009年的時候是750千瓦 就是單一機組750千瓦 我們看一下單一機組750千瓦 事實上在這裡 風力發電機單一機組750千瓦 的一個那個 事實上也沒落後那麼多 單一機組大概落後11到15年左右 而且甚至有後續趕上的一個趨勢 所以把最新的一個資料再把它update上去 這邊有那種單一機組 風力發電機有單一機組8MW的 離岸風電 那入獄的基本上都是3MW起跳 一支3MW起跳 那剛好介紹到有我2009年的時候 就是帶海洋科技中心的主任 然後基本上都是我把安排的 一手安排 然後我非常幸運就是要介紹一個人 就是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Robin Robin Wallace Professor Robin Wallace 就是中間這一位 他人個子很小 但是他 他來台灣很多次 他會用筷子 然後後來有一次他來台灣 我就帶他去夜市吃那個 炒牛肉 炒牛肉 他是 啊 他是站著來做的 他是站著啊 他是很小 可是 比較小看他 他人非常好 然後他很會用筷子 然後很融入當地 很融入我們台灣的生活這樣子 然後 他事實上主要是 愛丁堡大學的教授 愛丁堡大學教授 他也是英國皇家院士 那事實上 209年也是透過他 才得意到一些地方去看 那我把那時候看的一些點 最重要就是看這個EMEC 他在歐克尼群島 歐克尼群島 類似我們的澎湖群島 EMEC是那個 世界第一座海洋能源發電測試場 EMEC 他在歐克尼 我們主要就是去看這個 那當然還有去看愛丁堡大學 那還有去看MCT 的一個潮流發電 然後MCT在北艾蘭這裡 北艾蘭這裡 放大起來看就可以 北艾蘭這個MCT 我先介紹一下 等一下看影片大家很清楚 這邊是一個細湖的一個 一個地理構造 所以漲潮的時候水會從這裡 然後整個灌滿 潰潮的時候水會全部出來 所以他們就利用這個地方 裝這一隻 裝這一隻 MCT的一個 測試的一個裝置 去做一個 那後來有到愛丁堡大學去 這個也是一個 Curve Tank 他們在做那個海洋 海洋的測試的一個 那個波浪的測試 這是他的設計圖 那我後來有問海洋人員的 海洋海事工程的專家 這非常小 4公尺 6公尺 8公尺 非常小的一個Tank 但是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說他們可以在這麼小的空間裡面 設計出來 那這些都是照波板 底下這是照波板 上面是電力控制 控制每個照波板都能夠不同的動作 不同的動作 好 世界海洋人員第二 等一下我要放影片 去看的話 主要是瞭解 他們的一個營運狀態 那後來知道 他們如果有製造商 開發出的海洋裝置 不管是拖浪的 或是潮流的 這兩種疾勢 他們都可以讓他去 在這個海域做測試 測試的錢 多少錢 一年和台幣大概一千萬 一千萬台幣 給你什麼東西 給你一個苗尾 一個毛尾 然後以及 海底電腦光輸 還有電力品質的一個分析 那時候 事實上回國之後 我們有建議 台灣也要有類似這樣一個 海洋內容測試商 那我們也是要 那事實上在海洋大學 事實上 最近也 我們有補出一些經費 事實上也 試著做一些 基礎設施 這所謂的基礎設施 先做起來 你要知道當地的浪礦 然後你讓社會商去放 然後實際投到海裡面去測試 投到海裡面去測試之後 你才有機會去成為 真正的就是 商業化運轉 那我這邊大概 艾丁堡大學的Captain 你看這就是趙波的情況 趙波的情況 那比較特別是下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基本上都是就是 你 它那個都是電腦控制 那點一下就這種坡型 點一下就另外一種坡型 那中間就是有一些 你就可以把裝置放在這邊 做波浪發電的縮小型 縮小型原型機的測試 那它這邊還有一個玻璃 你就可以看到坡型 所以這在海工人員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設備 那事實際上我們成大水公所 事實上也是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有類似的東西出來 各位看到剛剛一個碎波 它這個Captain 可以打碎波出來 這在其他的海市工程 有照坡機的那個 事實上是打不出碎波的 它打得出來但是可能在旁邊 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們 非常幸運就是EMAC 這家它叫非營利組織 它是有非營利組織 然後就是還讓我們免費 帶我們去看那我是在拍 那時候林董也有跟我們這一團一起去 他自費跟我們一起去 那這個就是Open Hydro 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這個 那我們事實上 因為海洋人員很多都是在水面下 那能看的東西其實不多 那這個東西事實上就是 唯一拉出來浮在水面 這個可以整個摸到水面 降下去 它兩根樹枝 這比較近一點的狀態 它上面還有做太陽能板啊 之類的 一些裝置基本上都有在上面 我就不停的一直播放下去 這一串我已經調好播放下去 那 Open Hydro這家公司 事實上也是英國的一個製造商 那這個地方的話 各位等一下可以看底下的海水 它事實上是潮流 也就是說 現在海水是從這一邊往這一邊流過來 但是因為受到月球引力的影響 它過六小時之後會停滯 就是沒有流動 過六再來呢 就是逆向流了 這就是潮流 因為它這邊 歐可尼群島這邊是島 那個很多群島 很多群島 所以說會有這種 流來流去的情況 那一天就是跟著潮汐一樣 那這個就是 那個毛位 這個底下就有連接了 那個海底電纜 跟光纖資料 所以你測試上來 拉到這邊來 這個毛位 這黃色的毛位 一弄 然後就 那個電纜線啊線直接接 你就開始做測試了 所以很快 那我們回程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海浪的危機了 去程的時候是風平浪靜 仔細繞一下而已 有回程馬上就變成這樣子 外面根本不能站 各位看窗戶外面 基本上就不能站 那我們還是 還是 處變不驚啊 還是繼續跟那些設備商挖東西 基本上基本上外面 船外面已經不能像我剛剛這樣 站在外面這樣拍了 那這個呢是到北愛來來MCT 我們也是非常幸運 就是我剛剛說的西湖那個 在北愛來MCT 那也是去看他們的 那也是一樣 剛好他們都做升降的 一開始做升降的一個設計 那基本上這邊如果從機械角度 他事實上也有做一些 讓海水流過去的洞 讓海水流穿過去 那這邊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他做了兩隻 兩隻高高的 兩隻高從上面 兩隻 這個作用上 如果從工程來的角度來說 就是這個懸壁 因為你海水的力量一定不會平均 如果這樣大一點的話就轉 大一點的話就轉 所以他兩隻固定住 他就會固定同一個方向 然後同一個方向架下去 上來這樣 基本上就是 各位看這個就是 為什麼要兩隻就是 原因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的話 他的發電 他的裝置能量1.2Mb 那MCT這家公司已經 2010年的時候 西門子已經入股45% 2012年的時候已經 百分之百的股份全部買下來 所以他已經是西門子的 子公司了 對 MCT 那同時他們也提出他們的新的一個計畫 大概就是要在 一樣在英國的北邊 做一些 真正要把它 他們要叫Array 他們要把它做好幾根 這樣一根1.2Mb 但是他們再來的機種 已經是3Mb 一隻 然後他們預計要做四隻 就是4 3 12 12Mb的一個機種 可能就是要 要商業運轉 那在這個地方 剛剛北南這個地方非常幸運 我們還拍攝到海豹 今天早上要特別去查一下 到底這是海豹還是海獅啊 我們在現場 就直接攝影機就拉近 就剛好看到海豹 那他們歐洲 英國是非常注重環境保護的 他們在海豹 他們不希望說這支財 影響到當地的那個 或是海豹會不會撞到那個 基本上是不會 基本上是不會 那所以說他們在環保這一塊也是在做 那他們同時還做了很多的一些事情 好 這個就是Pelamis Pelamis就是最接近商業運轉的這個 那這個是1號機 他們在測試的一個情況 他們有短暫時間在葡萄牙商業運轉 後來因為漏損 後來拉回測試 直到現在2013年 他們二代機才出來 但是也還沒有真正商業化運轉 一支750K瓦 很大一支 好 這個是他們的測試 測試的那個 那個影片 好 我影片大概播放到這邊 但是時間似乎已經 你覺得有必要再講話 用這個話嗎 我講一下台灣的 台灣我們事實上沒有輸台灣 那錢人分布大概都 我們